加拿大魁北克传来死亡车祸 一辆巴士在早上高峰时段 意外冲向一家托儿所 导致两名孩童罹难 另外有六名孩童受伤 辆货司机随后 在杀人和鲁莽驾驶的罪名下 束手就简 加拿大下议院星期三 为这起事故的罹难者 默哀 总理杜鲁多也向家属致哀 这起事故发生在西南部城市 拉瓦勒 初步调查发现 51岁的巴士司机 在拉瓦勒公交系统工作 超过10年 至今没有任何案底 不过警方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只是强调 现阶段还在盘问司机调查案件 至于六名受伤孩童 也已经送院治疗 索性伤势并无大碍 在这件事故发生在西南部城市 直播这些事故发生在西南部城市 在西南部城市 中文在西南部城市 在西南部城市 第三次